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,年底即将卸任的新北市长朱立伦,政治动向备受关注,继9月初邀宴时任国民党主席的党务干部后,今晚将与板桥凯萨大饭店宴请前台北市长郝龙斌的市府团队,朱立伦动作频频,好,朱杰蒙是否为2020年总统大选暖身,引起外界揣测? 市府幕僚澄清,这只是每年一次的例行性参会,外界不需过度解读,好龙斌担任台北市长时,台北市政府与新北市府官员经常在耶诞节或跨年活动时互访,或两市府轮流做东联谊交流,双北互动频繁,2014年底好龙斌现任市长后,新北市府向好家军借江五位局处首长, 包括新闻局长张启强,卫生局长林启宏,交通局长王升威,原民局长杨新一域教育局长林一华,新北市政府发言人张启强表示,过去他任职北市府时,双北市府交流密切,本来都会定期举办聚会,联系感情, 彼此虽然已经没有公务上的往来,但仍有私人情谊,今晚也是例行性参许,外界不需多做解读或联想,据了解,朱立伦去年7月19日邀宴党主席时期的党务主管干部时, 因好龙兵人在国外,去年8月15日补1号餐序,便以好市府出界的五位局处首长林一,顺道1号家军到新北市府聚餐, 重启好,朱市府餐序联谊活动,去年刚好碰上815大停电,引起一阵糟动, 但好龙兵的母亲日前过世,今晚能否出席还是变数, 市府幕僚透露,原则上过去好市府团队的局处首长, 现在都是退休身份,未担任公职,没意外的话将全员到齐, 至于好龙兵也应远将出席参会。